其实我觉得王琪在年轻人里 他真的是比较淡定 这份淡定来源于哪里 你是觉得如果每天去做一项 自己很造的事情 会不会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觉得生活的本质是生活 这话太有哲理了 就是你要做的一切的努力 其实最后都是为了让家人过得好 然后让家里人过得幸福 让身边的人过得好 那与其是你要继续去向前拼着 然后去努力着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 你不能忽略一件事 就是陪伴 你可以努力 你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可是同时你一定要 抽出时间陪伴家人 然后我就想 我眼下经过这两年的努力 然后就可能就积累了一些 足够我们一家人这两年生活的了 然后我就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 那你会不会担心 哎呀我要花完了怎么办 再去挣呗 对 所以就对未来没有那么担心 没有那么担心 因为那你说我们到底要挣够多少钱 才能够停下来休息 说不用挣了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 我工作今天也是在做 也是在做 只是没有 只是没有做得那么的密集 包括今年很多人会觉得 你一定会 春晚之后一定会有人找你做代言 太多了 太多了 各种我预料不到的品牌 各种我预料不到的产品来找我做代言 可是到今天为止 这一年一年了 一个没代言 整整一年 一个都没有接 一般人做不到 一般人要面对这么一种诱惑 刚刚的成为春晚的一个亮点 那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说我还真觉得 很多音乐人也好 在艺术道路上行走的孩子们 真的是要从王岐身上 获得一种东西 我经常在问 我能做到吗 事实上他真的很多时候 让我刮目相看